滿漫的泡麵堆滿在屋內 甚至跌到快碰到天花板 11號是土地公的生日 也就是俗稱的頭牙 以土地公泡麵文明的南投石龍宮 這兩三天就超過五萬人前來參拜 不過近日卻流傳一則 引發爭議的影片 來了來了 一名紅色衣服的男子 站在高處拿著筒子往下倒 疑似是泡麵的出日 全部倒進河川裡 還往旁邊打了幾下 那是我們這裡的一個義工 他是來這裡 看到那個溪裡面的魚 沒有東西可以吃 他把那個豬魚倒給他吃 他只是豬魚好意 沒有什麼意思 主委表示 光是這幾天收到的泡麵 就有四五百箱 前來的鄉客人人一手泡麵 就算沒座位站著也要吃 不過剩下龐大的豬魚 廟方聲稱歧視都會統一處理 能夠倒在這個 過濾的盆子上面 然後再用皮膚觸角帶 把它裝一裝 拿去垃圾桶回收掉 不過把面紮到入河裡的行為 確實污染了水資源 環保局表示將會開閥 這個部分我們在這兩天 就會派人到現場了解 實際的情形 那初步的了解 是信徒個人的行為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 照廢棄物清理法 會處一千萬到六千元的閥環 這位義工個人的行為 有損失動工的形象 土地工泡麵雖然是免費的 信眾們除了愛惜食物 也該做好廚域分類 3.75 昆雲林沛軒南投賽方報導